点滴记录 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袁小姐现成发生大案 这个银子还有那个 撞监那些都不见 里面的监控器也被人扛走了 匪夷所思 店主两次报警 窃在于三顾经典 说她的原来放在 店里面一个保险柜是大 手法专业 动作灵活 而且就有一定的 反正才能够 失踪的保险柜 意外出现了两个女人 我这样子快跌 后来我拿起来看了一下 我又放回去了 羊毛专检同一支号 店面履履失窃的根源何在 以前有一次过 我只是癌抢劫 能面想没有人住在里面 三顾经典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来关注今天的案件 新冠疫情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 大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己的生命健康 这里要提醒您的是 不仅要关注我们的生命健康 我们的财产安全也要时刻注意 这部广西壮族自治区 和池市东南县的黄女士 开了一家金店 在十多天里三次进了盗贼 2020年大年初一开始 因疫情防控需要 何止是东南县所有店铺都闭门谢客 在县城里开有一家金店的黄女士也歇夜宅在家 平日里她通过手机连接的金店监控系统 不时监看一下店里的情况 2月8日这天恰逢元宵假节 黄女士早晨一起床查看手机时 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我以为是那个线路有问题 手机连接不上今天的监控了 起初黄女士以为是店里的网络出了故障 就赶到位于东南县文化广场旁边的金店 大老远就发现店门打开 门锁躺在地上 店内杂乱无章 这个银子还有那个钻戒那些都不见 这些东西价值都有30多万 除了一个装有玉器的保险柜 金店几乎被洗劫一空 仔细一查看 店内监控器的电线被人为剪断 客户监控的录像机和电脑主机也不见了 所以黄女士的手机才没有了监控信号 黄女士第一时间想到了报警 疫情防控期间又值元宵假节 东南警方高度重视 全方位组织破案 当时我们分了三个小组 一个是视频侦查组 一个是案件调查组 还有一个是张物排塔组 三个组 经典周边商谱林立 人流也不少 但今年的疫情让很多店铺都早早关门 一时间找不到目击者 嫌疑人是通过工具撬开卷闸门 又破坏内侧玻璃门所进入的店内 为了掩盖犯罪 还拿走了监控设备 我们到现场又发现上面的一些痕迹 都是戴手套了 除了一些 实力碎片那些血印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全程戴手套作案 将监控设备连锅端走 又值元宵假节 东南警方意识到 这次遇到了老手 通过我们现场勘察 前期的侦查 我们发现该学人 动作 手法专业 动作灵活 而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黄女士唯一庆幸的是 关店前将经店里不少贵重手势 转移走了 即便如此 这次的损失也不小 加上被盗的监控设备 价值共达30多万元 因为店内监控缺失 视频组民警将视线 转移到了店外的公共区域 仔细查找之下 在案发时间段 捕捉到了一个 起着红色电动车的身影 我们通过调取 街面上的监控 我们在一家酒店的 楼顶的一个监控 发现了 行业员比较清晰的一个影像 就是他头上戴着一个头套 面部戴着口罩 眼部戴着眼镜 驾驶一辆电动车 头上还戴了一个头罩 警方判断 窃贼赶来偷到金店 肯定经过了多次裁点 黄女士声称 2月3日手机查看 店里监控还一切正常 警方决定 从2月3日开始查询 能找到的一切线索 这一查不要紧 有了惊人的发现 当我们翻查到2月5日 午时许 我们发现有一名嫌疑人 驾驶一辆电动车 来到了现场 到店门口 撬 驾驾门 看来 早在黄女士2月8日 报案的前三天 也就是2月5日 黄女士的金店就已经被撬了 只不过黄女士 关注点都在防范疫情上 根本就没关注过 店里的情况 从监控中警方判断 2月5日和8日 两次光顾黄女士金店 的是同一个窃贼 2月5日晚上 她带走了大量手势 2月8日早晨再度进店 2月8号 这名犯罪嫌疑又来到店里面 她这一次来的目的 应该是将店里面的监控 还有设备 还有电脑主机 倒走 通过监控 警方很快确定了 窃贼的逃跑踪迹 2月5日窃贼作案后 驾驶红色电动车 行驶到河堤附近的一个居民区 然后发现嫌疑人是将电车开往河堤 第二天早上 河堤监控拍摄到的红色电动车的踪影 给了警方惊喜 嫌疑人出来 然后准备去吃早餐 一个视频 证明是嫌疑人 证明是作案的质量 有了嫌疑人比较清晰的正脸照片 警方心里也有了底 考虑到此人作案手法老到 警方将照片输入前科人员数据库进行比对 一个叫唯某7的人被初步锁定了 很快 警方带着嫌疑人画像 在全县14个乡镇进行走访 同时在可能嚣张的场所进行暗访 从2月6日河堤附近监控里 警方又发现 嫌疑人从这里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最后的目标指向是广西南宁 这名嫌疑人在2月6号下午 上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这辆白色的面包车 经过我们的爱东镇 然后上高速 最终到南宁 2月5日得手后 2月6日 嫌疑人搭车前往南宁 那么面包车上的人是同案犯吗 驾驶4小时后 车辆停在南宁市一家小宾馆 发现嫌疑人到过南宁的线索后 2月9日东南警方驱车到400公里外的南宁 在这家宾馆 警方查找到了三天前嫌疑人登记入住的身份信息 果然就是警方初步锁定的维某7 初步确定维某7违犯的嫌疑人以后 我们通过对其背景进行调查 发现维某7是个远君子 而且是盗窃前个人员 曾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维某7此次来南宁是为了嚣张吗 同行的司机又是什么人呢 在当天中午宾馆的监控中 警方发现了端倪 2月6日我们通过调阅 2月6日这个红雨宾馆的监控发现 2月6日16时19分 这名男子出到店门口 好像在等什么人 然后过了一下 我们就发现有一名女子进到店内 然后几名人员就一起进到店内 然后这名女子头上戴着帽子 背上背着个背包 到17时27分 这名女子离开这家宾馆 然后行业人出来送她 这次南宁之行 警方收获不小 可以推断的是 维某7有同案犯 她到南宁的目的是为了嚣张 宾馆见面的女子也是有备而来 脏物很可能已经转移了 此时距离施主黄女士报案 不过两天时间 东南警方已经明确了嫌疑人身份 维某737岁 东南本地人是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 并且因为盗窃多次入狱 居无定所 那么维某7离开宾馆后 又去了哪里呢 意料之外 保险柜失踪 说她的原来放在店里面 一个保险柜被盗 当时我以为 小偷不会第二次又来偷 顶峰作案大胆怯在行踪不定 被下降了你发现了一个 血实力 别这样子 文冲的 殷君子 面对警方询问 一言不发 我没什么犯什么事 你没什么要抓我 你眼前无关的问题 你有主觉会答一个问题 你听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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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一声 那么 三谷经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政治疫情期间 各方面的防控措施 加大了民警的调查难度 而维某7行踪诡异 又有很强反侦查能力 警方也是难以确定 他的藏身之处 平常行踪不定 没有固定的住所 所以我们对其行踪调查 存在很大的困难 令警方没想到的是 2月18日 施主黄宇氏再度找到警方保安 我们接到那个 甄店店主的报警 说原来放在甄店里面 一个保险会被盗 当时我以为 小偷不会第二次又来偷 原来这次是放在 珠宝店的保险柜 被人整个搬走了 里面放的都是预期 价值十多万元 当时先看以后 我们发现 店里还有一个保险柜 没有被撬到 我们还提醒了 店里面的老板 不要大意 要把甄与财务 要及时收好 黄女士称 自己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原来 8日一早报案后 她找人修好了卷闸门 却并没有拿走 店里的保险柜 都是那种 比较重的东西 所以我们 没有把它收回去 铁支的保险柜 加上里面的玉器 重达10公斤 黄女士一时大意 加上觉得警方 多次进出金店调查 窃贼也应该知晓 店里反而是 最安全的地方 黄女士万万没想到 时隔十天 窃贼又光顾了 这次偷保险柜的 会是谁呢 我们也查阅了监控 发现 她驾驶的车辆是一样的 然后只是 人的衣着特征还变了 其实还是一个人 也还是一个人 令警方意外的是 维某7又一次出现了 警方通过金店周边监控发现 他是18日早晨5点来的 7点多离开的 可是监控里 警方却没有发现 保险柜的身影 大概7点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名嫌疑人 驾驶者电动车 还有那个驾驶者电动车 从店里面出来 但是没有发现 他车上有保险柜 如果维某7本人 没有带走保险柜 不排除有同伙 街头转移保险柜的可能性 这次现场勘查 警方发现了明显的血迹 警方判断 维某7这次来 应该是冲着保险柜来的 那么他是不知道 店主已经报案 还是故意向警方挑衅 东南警方加大了排查力度 刑警在金店门外的街道上 发现了保险柜的痕迹 于是我们就开始 向四搜过杀 慢慢感察 就是在那个店的 斜对面那里 广场上 发现了一处 很多的那个油漆的脱落情况 还有电池 还有那个保险柜外面的那个密码 旁边那个观光物 油漆痕迹把民警引到距离金店 三百多米的一个垃圾桶 但是那里没有保险柜 线索又断了 此时此刻 视频组那边通过文化广场监控 开始查找线索 一个老太太进入了警方视线 还会打点点 再打一点点 有一名老年人 推着一个方形的东西 经过了我们观察 当时的话 我们是发现说 老人家拉着一个东西 因为距离比较远 但是他在中间 停顿了三次 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 很可疑 就是应该是很沉重的一个东西 警方认出 视频里老太太推的箱子 疑似黄女士珠宝店的保险柜 可老太太是谁 保险柜又去了哪里 警方赶到文化广场进行走访 一名环卫工人 告诉警方自己早晨的经历 我早上来扫地的时候 看见一个保险柜在那里 开始 我还以为是人家丢的垃圾 不知道是保险柜 环卫工人说 早晨七点多 看见一名男子在垃圾桶旁边 扔下了一个铁皮箱子 因为箱子已经破了 以为是扔的垃圾 他原本打算拿去卖废品 无奈箱子太重 就去叫同事帮忙 回来发现 一个老太太已经截足先登了 老太太肯定是住在广场附近的 经过走访 警方很快找到了老人 在老人家中警方找到了被盗的保险柜 此时警方和黄女士内心都很忐忑 后面我们看到了保险柜 保险柜里面那个门也被叫了 叫得狼狈不高了 可是保险柜里面的东西还是叫不开 后面就是把保险柜外城那里 有同样的那个血手印的 保险柜没有被撬开 里边的玉器都在 警方和被害人都松了一口气 在被盗保险柜上警方同样发现了一个血手印 因为这个保险柜上面的血迹 有时候我们就跟那个阿姨还有那个 多少的奶奶 我们也合十 他说他谁拖过去没有 手没有输血 警方将金电大门和保险柜上的血迹提取后 送到室里检测 2月20日在南宁工作的一路警方经过多日排查 工作也取得了进展 之前在宾馆录像中出现的与嫌疑人街头女子身份 也被查实了 2月6日 这名女子的身份是龙某 2月6日和韦柜七在宾馆街头的女子姓龙 跟随她进来的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这家宾馆的老板韦某江 他和韦某七是同乡 而2月6日 正是韦某江和司机开车 从东南把嫌疑人韦某七接到了南宁 这名是这辆面包车的驾驶员 然后他们是一起去南宁 这名是嫌疑人入住的那个宾馆的老板 然后嫌疑人坐在车的后座 在南宁工作的警方还了解到 龙某与丈夫开车到南宁 从韦某七处拿走赃物 很快又找人转手 龙某与韦某七收购了赃物以后 于2月18日 其联系其同乡周某 让周某帮其联系萧张 周某最终将赃物转给南宁一家典当行老板 至此警方已经确定 盗窃金店是韦某七一人作案 涉嫌萧张的有金管的老板 韦某江及司机 龙某夫妇二人 中间人周某 还有最终收取赃物的典当行老板 整个案子涉案人数已经多达七人 他们分别居住在南宁市和东南县 警方推断 韦某七在已经得手并嚣张成功的情况下 再次作案 第三次潜入金店 瞄准了保险柜 肯定是手头紧 他是尹君子少不了要和独有交易 基督警察开始搜寻情报 3月中旬 警方从南宁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因为韦某七是云金子 平常行踪不定 我们就加大对周边其关系人进行摸牌 到3月13日的时候 我们发现韦某七 与一名吸毒人员在某宾馆 正在进去吸毒 就决定对其进去抓捕 当时抓捕韦某七的时候 他还一脸无辜 他说我没什么犯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抓我 在韦某七落网的同时 涉案的其他六人 分别在南宁和东南落网 落网之后 韦某七始终沉默以对 公主先生的来源 先依法雷霆寻人 侦察人员 你已经当入市会大 对于案件无关的问题 你有几个回答准 你听不懂 从我们当晚抓捕至今 通过几次审讯 维保歇军一言不发 沉默的嫌疑人 警方让证据说话 底纵是我们那个嫌疑人 同案犯一一吐露实情 他们在2月18日就进行交易 疫情紧迫 挡不住气贼出没 购买了费动作品和一些事常用品 为钱账走出了步骤通道 在一起防护期间 我们到处置也非常地紧缺 三顾金电 今日说法 继续播出 面对灵口供沉默的维某7 警方要依靠证据说话 经过事局检测 案发金电和被盗保险柜上提取的两枚血手印 就是维某7留下的 后面的事局刷来说 底纵是我们那个嫌疑人 血迹是维某7作案的有力证据 此外 其他6名涉案人员在证据面前 都主动配合警方 这就是在宾馆收赃的龙某 龙某承认 2月6日下午 丈夫开车送他到宾馆 他给了维某738 几乎是市场价一折的价格 拿到了价值30多万元的首饰 自己留下喜欢的三件钻石 其他就找中间人周某帮忙转手 龙某以3万8千元 收购了部分涉案的账务 其选了其中的三颗 比较成色比较好的 留给自己使用 剩下的账务于2月18日 其连续其同乡周某 让周某帮其连续嚣张 本来依法得到全身的损犯 你应该路线外套还没得完 跟人家有盖的东西 中间人周某承认 2月19日 自己把这些货 转给了开典当行的朋友 从中他得到了好处 周某和他的朋友交易后 得到了2万块钱的好处费 然后周某将1万块钱的好处费 通过微信转账 转给了龙某 然后自己将1万块钱留了下来 而明知维某期盗窃金店 还驾车带他到南宁 帮忙销赃的店主维某江 也承认了明知维某期盗窃 还帮忙逃逸和销赃的事实 警方在金店提取到的血迹 脚印等物证 多处监控摄像头留下的视频证据 以及另外6个销赃收赃人员 完整的口供追回的赃物 尽管领口供 微某期盗窃并销赃是人证物证据在 警方最后认定 2月18日 微某期第三次进入金店 盗走保险柜后抛弃 以构成犯罪计罪 2020年3月28日 微某期因涉嫌盗窃金店40万余元 被依法执行逮捕 我们前期的侦查和公安机关 掌握证据足以认定 该案做案的判的刑事人 就是微某期 龙某 龙某的丈夫 微某江和司机 以及周某 典当行老板6人 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收益罪被同日批捕 得知嫌疑人悉数落网 被害人黄女士在庆幸之余 也有一些忐忑 以前有一次过就是癌抢劫 门面响没有人住在里面 要是有人住在里面的话 他们就不会进来 有过这么一次经历 以后我会加强防范 原来黄女士的金店 七年前就被打劫过一次 可她没有吸取教训 这次金店三次被贼光顾 暴露出来不少问题 整个金店卷闸门不兼顾 玻璃门也是普通门左 没有保安职守 没有安报警器 全靠手机远程监控 结果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尽出自如 俗话说事不过三 但愿广西的这位黄女士 能从这次失窃案当中 真正的吸取教训 做好技房人房 遇窃贼于千里之外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案情 也很离奇 教训同样深刻 2020年2月9日 湖北省丹江口市一家超市 向警方报案称超市盘点时发现 丢失大量名酒 我们盘点之后发现的酒 大量的都是20年的白云 比例最多很多 民警通过查看当天的监控录像发现 一名50来岁的中年男子 当天上午在超市选购的 恰恰是几瓶这种名酒 结账时他没有把商品放在柜台上 而是放在脚边 最后也没有拿去给店员结账 而是将这些东西装进拉杆箱 大摇大摆走出了收银台 未结账就走出了购物通道 警方一看视频不要紧 发现1月29日 这个中年男子 已经以同样的手法 在该超市盗窃过 1月29日男子进店 穿着和2月9日相同 选购的同样是该种名酒 1月29日和2月29日这两次 有同一名犯罪嫌疑人 在超市购买 贵动酒水 未结账 然后消失 男子戴着口罩 两次都将酒放在脚边 装进袋子里 没有结账就离开 而且两次结账 走的是同一个通道 警方和超市经理一查看 发现了问题 此处超市的安全门 已经失灵 形同虚设 嫌疑男子应该是发现了 这个漏洞 循机作答 可是男子戴着口罩 看不清相貌 警方想破案并不容易 经过仰判 分析该的男子 可能还会再次作案 吩咐超市安保人员 加强之班 一人招呼先行 发现这个漏洞后 超市工作人员 都打起了12分精神 盯着从这个购物通道 经过的每一个顾客 2月12日 警方和保安守株待兔 有了结果 嫌疑男子再度来到超市购物 他顾忌重演 同样选购了 该超市最贵的名酒 轻车熟路地 走过有故障的防盗门 可是这次 他刚走没多远 就被保安请进了保卫室 男子姓陈 1月29日 陈某到超市购物 结账时 因为购买的酒太重 他就放在脚边 超市结账人多拥挤 他就用脚把酒往前踢 结果一不小心踢出了收银区 发现报警器没有响 他断定超市此处防盗门 出现了故障 最后他心存侥幸 迅速把四瓶白酒拎起来 逃离超市 民警在陈某一处正装修的房子里查获部分酒水 粮油等物品 涉案金额5000元 在一起防御期间 我们的物质也非常地紧缺 它对我们超市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因盗窃罪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超市也将由故障的防盗门修好 民警也联系专业人员 对超市防盗系统进行 烙尾修 堵住了安全途中 都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对于生意人来说尤其是这样 对于那些开金店 开珠宝店的 一定要做好人房和计房 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 不给违法犯罪分子已可乘之急 好 感谢收看《近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